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受到南加州大学 以及美国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的邀请 总统府也在近期批准了 11月4号到7号 马英九将首次以卸任总统的身份 到洛杉矶参办法敲明 中华民国前任总统马英九 日前受到南加州大学和美国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的邀请 将于11月4号到7号 在洛杉矶进行为期三天的学术演讲和访问 南加州桥界人士为此组成欢迎筹备会 宣布将在11月5号晚上6点 在洛杉矶工业市太平洋棕榈酒店举办欢迎晚宴 让洛杉矶民众有机会与马英九会面相聚 马英九先生要到来我们洛杉矶来访问 最主要的他是要应那个USC 做一个大学做一个讲授 而且他趁这个机会也到来我们洛杉矶也来在11月5号早上 大概是10点钟之后就拜访我们中华卫馆 也有到我们国父同乡来献发 然后就到那个马氏中村会来拜访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英九先生到我们洛杉矶所有的桥文都激动 非常地热烈地欢迎他 所以在11月5号晚上就在那个Pacific Palm 我们有一个传桥的欢迎马英九先生的桥宴 我们记得我们就怀念他过去8年的净职是非常成功的 除了他能够有我们外交我们的邦交有20多个邦交 还有他在过去能够增加到八多一百多个免签征 马英九三天的洛杉矶访问行程中 将包括在11月5号上午参访洛杉矶中国城的中华会馆 并且拜会桥社 当天晚上出席南加州桥界举行的欢迎晚宴 6号上午在南加州大学进行演讲 以两岸关系为议题 以及7号与美国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进行对话研讨会 马英九曾多次以元首的身份参访洛杉矶 这一次是他卸任以来首次要来洛杉矶与僑胞朋友们见面 有兴趣参加马英九见面欢迎晚宴的民众们 可以联系晚宴筹备会票务组询问详情 中旺电视整理报道